哈喽,大家好,我是西风 那么上几课呢,我们讲了一下这个覆盖层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基础 就是他们的一些层级关系 我们这课我们再详细的再讲一下 那可以看到我们按系统呢 提供了,Memberview上提供了几个覆盖层 它Memberview为地图加载覆盖层的方法 我们有四种方法 分别是add overall 这个名字是Memberview调用的方法 add overall 然后再传一个覆盖层的一个对象 然后等级,层级 层级这个值呢,我们有两个美举值 一个是MKOverlayer 它有一个是AboutRoads 一个是AboutLayers 两个,就是两个美举值 这两个参注分别就在对应的 就只有这两个美举值 一个是AboutRoad 就是说你这个可能就是在地图的地图层上面 在,在比如说你地图上有公路啊 建筑啊,可能就在建筑层上面 而这个Bowl label呢,在文字的上面 比如说我们大多数点击做弹注冒泡 上面有一个标示 如果你传这个参注的话 它这个覆盖层会覆盖到你的标示 会把你的标签给挡住 就这两个意思 然后这两个就是默认的层级 默认的层级就是在地图和这个这个之间 你不传的话,只传一个那个覆盖屋的话 一般来说这个后面这两个方法很少用到 可能是IOS7之后新增的 用法就是MapView 然后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可能是cycleoverlay 这个参数分别就是我们下面对应的 上迪哥讲过的 实现了这个协议的三个类实底类 现在IOS7之后新增了一个title overlay 这是IOS7新增的 所以可能是这四个实底类的一个实力化变量 这个初始画一个这个变量 然后传到这个MapView Add加在后面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添加覆盖层的一个动作 那添加完这个覆盖层的动作之后呢 并不是说你必须上一定就会闪 出现这个覆盖层这个动作了 而这个只是一个实体实力化的一个类 它类真的要实力化出 通过这个类设置的属性去创建一个这种东西 mkcyclerenders这个才是真的的覆盖层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覆盖在 我们地图上的一个空间 所以这个东西真正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 往地图上 首先实力化 创建吧 创建一个变量 创建一个类 这个类是什么呀 是mklayer 实现的mklayer协议的几个类 一二三四这四个空间 这个层 我们把它叫做层层层类 层规类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是创建什么样的层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这个圆形方形啊 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圆形方形 比如说我们就用一个形状 来表示 这个叫形状名吧 创建一个类 这个类其实我们把它叫做形状名 然后它真正对应的 这个实力化形状是对应的这个东西 叫做render的这个东西 形状名圆形 圆形圆形这个图 最后把这个图才呈现在我们地图上 这是mkcycle机这样做的 包括这个project,projectline,title overlay 都是一样的 它们分别对应了自己的 这层实力 也就是说这个就是说 通过这一个 比如你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进尾度吧 如果在我们在进尾度上做大楼增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理解 这个是个经纬度 这个是这个经纬度 真正对应的大楼增是这个 所以真正其实在地图显示上 是这个东西 这么一回事 我希望大家能够 能够理解这个东西 中国代码上可能会 看了代码之后 可能会更明白这个东西 那我们先关闭我们 先走一下我们代码 然后上个节课我们是 就是细分 细分了一下这个 这些东西的一些成绩关系 希望大家能理解 然后我们先跑一下上一个 我们讲到哪 上一个我们讲到就是做这个长按手势 对不对 长按手势我们得到了一个物理的一个座标 得到座标之后我们肯定是创建一个 我们要告诉地图 哎我们现在要通过这个座标创什么形状了 好 好这是正常的 那我们这里就告诉地图 哎我现在要创一个圆形 我的形状是圆形 我定一个形状 我定一个圆形 好我定一个圆形 Mkcycle 它是Mkcycle 它是Mkcycle 这个类 我定一个圆形 Mkcycle 说实话 圆形 它这个圆形的位置呢 是以这个call为中心 半径呢 是100 好 定义一个圆形 覆盖层 记住这里特别记住 它只是一个定义一个圆 它只是定义一个圆 并不是有这个图出现了 只是告诉地图 这个地方 定义了一个圆 而不是 而不是 真正的就已经画好了圆 我只是告诉地图 我这个地方 这个区域 我定义了一个覆盖层 但是这个覆盖层是什么 我还不知道 它实体我没说 我只是告诉地图 这个中心点上 放进范围为100的地方 我需要盖一个覆盖层 让地图了解 那了解到地图 就是地图要加进来了 我们这里用moreland就可以了 把cycle加上 好 其实就是打个标志 告诉地图这个标志 标志它 标志标志高是地数 高地图 这个地方我要打个圆形的标志 是要有覆盖层的 告诉地图 有覆盖层 是圆形的 但是这个圆形 虽然是add进来了 但是我还是看不到的 我只是把这个地 打上了标签 插上个标签 说我这里要加一个圆形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跑一下 可以看一下 其实是看不到这个圆形 你怎么长按 你都看不到这个圆形 你只是说挖好了一块地 就好像对 就好像在地图上 你挖好了一块地 但是你还没有真正的重数 你只是告诉了这个地方 我要种一棵树 那种树的要这么大一个坑 一百半斤的一个坑 是吧 这坑我是挖好了 但是树我还是没种的 对不对 那我哪里去种树呢 你看我场景是什么都没有的 我只是告诉地图 我这里挖了一个坑 好 我们现在开始种树了 对 这个代理方法 我们返回一个这个东西 才是我们真正的树 对不对 我们之前讲过了 这个层级关系 就是这样一个mk cycle 它对应的实地 真正的实体空间是这个 它只是一个类 它计算一个协议的一个类方法 它通过这个类方法 去实现一个空间 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种树 我们要声明 肯定是要声明这样一个 mk这个overland的 这个一个属性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叫做cycleland cycleland 它是计算的mk cycleland 记住mkland它是一个负物类 它里面真正就是object 它里面有很多类类 分别是cycleland primagingland 和primaginglineland 都是对应的land 所以它只是一个空间 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空间 它怎么去实力化呢 那么可以传一个cycle cycle现在我们进来了 就是这个overlayer 就是个坑 这坑的属性 要传个坑进来 这坑呢 我们坑是通用的 有很多坑了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转 强转成mkcycle这个坑 对不对 好 这样 小创建 以多大坑 创了多大的数 对不对 创建 真 真 的 可见 覆盖成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在 看 以 地图上 创建的 多大的 cycle 拆口 来 实力化 来 创建 对应的 覆盖 空间 就是以多大的坑 塞多了数 多大的坑 送多大的数 好 这个空间创好了 那肯定是空间上有 我们无外乎几个 就设置属性吧 对于这种返回什么空的 什么东西的参数 一般都是 类似table的用法了 只是说这里我们没有调用复用 直接创建了 是不是 那我们这里就不需要用复用机制了 它这个也没有 系统也没有让我们去用复用机制 那我们 它就有很多用了 第一个 它既然是个圈子吧 圈子给有边框颜色和填充颜色什么的 我们有填充颜色 我们有红色填充 填充色 还有分割线的 就边框吧 填充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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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有透明度 这个和will是一样的 一定是三吧 好最终返回这个 好到了这里 我们才真正的把这个树种上去了 那我们跑去看一下 好我们长按 哎我们可以看到出来了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把树种上去了 这个覆盖层才是我们什么 我们所需要的覆盖层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按到哪里 哪里就可以出一个覆盖层 好我相信到了这里的话 大家可能对这个覆盖层 他们的层级关系是有一定了解了 是不是 那这里我再给大家理清一下这个顺序 是这样的 首先MKOverlayer这个类 它只是一个协议 它协议里定义的一系列 这个Overlayer要遵循的一些东西 然后它这个类 MKcycle类 它并不是计算object 它只是一个 它并不是实力化的一个空间 真正要覆盖上地图上的一个空间 可以说它只是一个规则 就好比我们能定义的 圆形 它就是这个一个圆圆的这样一个规则 它只是这个规则 它这个规则是实现了 这个MKOverlayer这协议的 所以我们 每往地图上创建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规则的时候 只是就好比往地图上定义了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将来要做什么 就是要按这个规则来做 按这个cycle这个规则来做 所以我们之后在真正往这地图上添加这个land的时候 我们要创建cycle的land 而不是说privateland或者lightland 所以我们必须要创建真正的cycleland 以cycleland创建真正的一个实力化 才是这个空间才真正的覆盖在地图上的一个控制层 所以我们可以为空间添加层数 填充颜色 和描边颜色 透明值 最终返回这个空间 才是我们真正可以看到地图上的那个空间 说白了理解 真正理解很好理解 其实你真正不需要理解MKL这协议到底做了什么 因为它的协议实现到底做什么 在MKcycle里面已经帮你做好了 所以我们真正要用的 会用的就是说 首先 在地图上挖个坑 这个坑要干什么 要种树木 它是圆形的 挖圆形的坑 它是多倍形的挖多倍形的坑 它是要做导航的 就挖导航的坑 挖好了坑之后 把这个坑指定到地图上某个地方去 指定完之后呢 走代理 这个按照这个多大的坑 你就创建多大的 数目 对不对 是什么样的坑 你就是对应创的什么样的层 你这个层 设置这个层的 对应属于直接返回 就OK了 所以这样讲 其实这个整体思路还是挺清晰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最终的效果 看到 这就是个圆形覆盖层 好 这一刻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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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